朋友们好啊 我们继续说 新版的实帅实说 继续说邦德怀 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严重的警告 美军过了三八线 向鸭路将推进 那么在毛州去这 只剩一站 于是呢 书记处开会 政治局开会 研究是否出兵 结果呢 绝大多数的人明确反对 提出了 极其充分的理由 是啊 当时的中国 你似乎完全就没有出兵的任何的理由 是不是啊 也似乎完全没有打赢的半点可能 那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出兵呢 啊 极贫极弱 百多年 百废待刑 一年钢铁 才不到一百万吨 啊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可以说满目疮疑 嗯 就这种情况下 要出兵 还要出到境外去 还要跟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美国人练手去啊 这只有天方夜谭里面才能写出这样的故事 所以开会研究这个事 毛主席呢 是民主典范 毛主席绝对是决策民主党内民主的典范 啊 右派公知们 他妈非毛反毛的人不总说毛主席独裁啊 你看看毛主席一直到去世前有什么事是毛主席自己定 有什么事不是毛主席拿 即使他拿出大主意了 必须通过相应的会议程序啊 取得大家共同的认知 认可 形成一个共同的决议 看民朝那时候决策也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在会场上毛主席那时候很可怜的 形单隐孤啊 没有人坚定的跟他站在一起 装来左右忙活着 是不是啊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当时中共天天开会 连续的天天开会 研究是否出兵的问题 啊 在这个过程中 旗帜鲜明坚决主张出兵的中共的领导人只有一个人 就是毛主席 就毛主席一个人 绝大多数都是坚决的反对 文官是坚决的反对 武将也都是坚决的反对 当然了比如说林彪林彪林彪也一看林彪也确实是不同意出兵的 林彪在这个问题上一生中几次大的这种战略性的这种视察 啊 这种这个后知后觉 啊 研究是否出兵朝鲜是其中之一 当然了 林彪是林彪 就像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给毛主席写信问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 一样 他可以提出问题 他可以在抗美援朝出是否出兵的问题 他摆出所有的这些困难 那都是极其现实极其具体的 因为他太懂得了 甚至那时候他都知道要打仗的话肯定就是东北边上军出动 东北边上军肯定是第一波 东北边上军十三兵三下 三八三九四零四二 后来又配了五十军 这都是四野的部队 他太了解自己的部队自己的兵了 所以他说的这些东西应该是极其有说服力的 谁能有他了解这些情况 谁能比他了解的更多呢 人家还是长盛将军 但是 这不一定意味着什么 不一定意味着林彪 因为反对抗美援朝出兵 然后如果中央决定出兵的话 他就抛兵号去 或者说干脆就能把这这这马放南山 然后他妈就不是的 林彪这个人 大半辈子就是这样子 在一些若干重大的决策的时候 他往往见识迟 这是林彪的几次表现 历史上几次表现出这种见识迟的这样的缺点 但是 迟他不一定等于 他不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 恰恰相反 即使林彪不同意的仗 上面决定打了 林彪也会咬碎了牙 坚决的打下去 你就像 五四反围角的时候 是不是 五四反围角的时候 这个几乎是全线一片哀红 五四反围角是真正的温 还真就打了 唯一的一次这个这个 比较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胜仗 恰恰就是林彪指挥的温访战斗 五四反围角的时候 那是五四反围角唯一的一个亮点 他反对这么打 但是呢 你觉得要这么打的话 那我该打应该打 在打的过程中呢 我还要捕捉瞬息 万变的这样的战机 然后呢 完全掌控形势与战场 打出一场又一场漂亮仗 这才是真正的林彪 这才是一个军人本色的林彪 所以不能够像现在的官方证实 林彪反对抗美援朝 说完拉倒了 这就不行 这是不负责任的历史态 不负责任的历史观 林彪是犹豫 甚至反对出兵 但是当时包括林彪在内 包括所有的人大家都知道 只要决定出兵 那就是林彪挂帅 因为他的部队 所以林彪那时候 我都家里什么汤子缸子 什么服装鞋帽行李 全收拾一干二净 就等着保持一下定 他就出发了 他就上战场了 他就治他的病去了 你闻到那消炎味 林彪摆病皆消 所以真实的历史 就是在决策的过程中 毛主席形单引调 坚决主张出兵的就毛主席一个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 那你更不用说中央人民政府内的那些个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 梁树民 梁树民在自己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回忆里 明确的回忆 他这段的时候 明确的说 特别坦诚 他说他听说毛主席要出兵朝鲜的说 当即他就表达自己的态度 坚决反对梁树民 坚决反对出兵 梁树民当年说 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卷入朝鲜战争 与美国人直接打仗 后果会怎么样呢 这后果谁能够预判呢 会怎么样 其实梁树民心里 他自己都知道会怎么样 或者他知道他想象的会怎么样 他明镜了 那这时候咱们直接跟美国人打仗 就我们中国这个水平 跟美国人直接打仗 后果什么样 那就是美 这个中国就败了 老美赢了 老美赢之后 老美就登陆了 是不是 过了三八线了 然后从海岸上就登陆了 然后配合了美军的进攻 蒋介石就也跟着来了 老蒋就回来了 所以梁树民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当时的 这些民主人士 非常之典型 这些书生们 听说毛主席要出兵 他都胆子吓破了 都吓破了 但是你从这尽管如此 你还要承识梁树民他们还真不是 第一还真不是为自己着想 他首先想到这个国家的安危 所以把胆吓破了吧 他也首先是觉得 这国家不就晚了 起码梁树民 我们觉得功能一点 梁树民当时 这个反对出兵 更多的他还真不是为自己来照相 这书生们 书生们不怕 是不是 哪朝哪代 是不是 谁想当朝当政 还能 还能少得了我 我能不能 都是什么 但是 真是这帮书生们 真是吓坏 还好 还好就是什么呢 他们也就是吓坏了 也就是吓坏了 没有 过多的 做出什么反动的这些个 言行和表示 顶多也就是当面表达了自己的这个 犹豫 彷徨 胆怯 反对 和 害怕 起码梁树民这些人还没有像曾经 同位国共调停人 一同倡导走中间道路的自己的一个同道 嗯 就说张宗孙 哈哈哈哈 张宗孙 中国历史上 近现代史人也挺有名字的一只人物啊 网上 说这个新政协开会的时候 四十年在北京开会的时候 呃 有那一个经典的镜头 毛里奇上讲话 然后呢 镜头 推到了这个这个会场 一个人穿着马褂 长衫 戴着眼睛 圆圆的戴眼镜 销售 一个人在那逼个花花跟毛里奇那 搁空说话 那就是张宗孙 哈哈哈哈 啊 著名的民主人士啊 教授啊 哈哈哈哈 张宗孙听说 啊 中国 要出兵 要跟美国人开打 他看到了报章和消息 说美国呢 宁肯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要 干预朝鲜 汇总了各方信息之后 哈哈 就像今天啊 就像今天 包括我在内啊 我也在 这个今天下午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在汇总各方面的信息 关心这个乌克兰局势 普京 真他们爷们啊 张宗孙当时也是 各方信息 信息汇总之后 做了一番研判之后 这吓坏了 可把这教授给吓坏了 认定中国是一定要失败 并且只要出兵啊 也就是几天的事 是不是啊 那就得大败而归 张宗孙马上就想到 那 这共产党出兵之后 失败了怎么办 这新政权不就成了 李自成吗 李自成当年不就是 吃了那几十点饺子之后 不就跑了吗 是不是啊 啊 黄粱一梦 共产党估计变成李自成第二 出兵 出兵你得败 败了美国人来 来了北京都守不住 这张东孙 马上 接下来他就急不可待的 干嘛了 哎 人家就开始 开始 搞起了个人外交了 他就开始安排后事了 就安排这个美国人一旦打过来 然后呢 毛主席领着残兵败将 逃出北京城 哈哈 哈哈 张德孙就要 怎么 张德孙那就要 要挺身人出维持局面了 是不是啊 要安排后事了 张东孙 中央人民政府 56个委员之一呀 用现在的话说 那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那是标准的国家领导人 一届政协 选出中央人民政府 56个委员 包括毛主席在内哦 包括毛主席和 这个六个副主席在内哦 张德孙是其中成员之一 就这样的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竟然 情急之下 主动的联系 美国特务 这个人叫王正伯 听说你跟美国那边有渠道 能立话 马上就联系这个美国特务 希望他向美国的国务院传递口信 希望他们转达一个信息 什么呢 就是告诉美国人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内 还有像我张东孙这样的反对 与贵国开战的人 像我这样 人在中央政府里面 然后呢 在未来可以发挥作用的人 人还很多 宁静告诉美方 打起仗来 千万不要打中国 留着中国 且看将来 中国战败以后 我愿意谈判 请美国人留有余地 还觉得不够 还觉得不够 觉得自己是不是一家之眼 美国人信不信我呀 信不信我这一教授啊 还在新政协的名单上 圈圈点点 给美国人拉了一个 愿意与自己合作 后未来 可以跟自己一样 与美国人合作的 这样的人员名单 准备做中国战败以后 啊 维持局面的中国的 临时政府的成员 张栋孙 更把第九兵团 入朝作战的军事部署 国家财经预算 等核心机密 编程情报 送给美国人 这不去年演 长津湖吗 长津湖吗 这不是春节处 又水门桥吗 有一种说法 就是九兵团 为什么那么仓促 进入朝鲜 路过东北的时候 都没来得及换绵衣 其中很大程度上 就有一个考量 什么呢 就是知道九兵团 入朝的这个整个的时间 各方面的东西 都被张栋孙给出卖了 都出卖给美国人 所以兵贵神速 不能够让美国人都准备好了之后 九兵团在按部就班的抵达预定的战场 所以就星夜兼程 以单薄的这个 这样的装束 一帮小男蛮子就突出到零下三十度的 北韩大地冰雪之中 要不怎么 长津湖战役 这冻死冻伤的人员 超出了战损 那么大的损失 那你说 在这个问题上 张栋孙 是不是最不可设呀 今天说久了啊 我把它当个国使来说了 这都17分钟了 18分钟了 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好